今天康乔重启 申花用官宣青春力量的方式 来宣告新赛季的重新开启 那么在我身后呢 申花刚刚官宣了一位全新的成员的加入 他就是1999年的小将温家宝 我觉得很高兴把能加入到申花 然后来到这一支老坛剧里 有城隆门球队 然后去年拿了这些杯冠军 然后今年三千合战任务也很重 我希望能贡献出我的自己的力量 因为我是左脚 然后我是左边后卫 我有年轻然后插上进攻 然后我需要多帮助一些球队吧 我们现在不足够的资格 因为毕竟我是年轻学员嘛 然后崔之岛肯定对我有一些不太了解 我希望这个东训好好表现 然后来打动他 在半个小时的健身房训练之后 球队也有 也是来到了场地中央 而在人群当中 温家宝依然是那个最引人关注的新人 温家宝出生于1999年的1月2号 身高1米77 私职左后尾 他2016年曾经加盟过广州恒大 2017赛季 他代表广州恒大淘宝队 在中超赛场上出场8次 19年初 温家宝租借加盟天津天海足球俱乐部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赛季 他总共为天津天海出场了10次 刚刚年满21岁的温家宝 曾多次入选各级国清队国奥队 就像他刚刚在采访当中说的一样 他的主要优势是自己的左脚 那么在边路 由百家俊和孙凯这两位球员 就成了他主要的竞争对手 我们生花的边路 特别是左边 我觉得还是比较强的嘛 对吧 有百家俊啊 还有曹云定啊 实力都还是很不错的 我觉得可能暂时 他还是很难冲击到主力的位置吧 就韩国教练来说 对这种边路球员 那种往返能力的训练 还是比较有特点 那我不知道他在崔子岛的带点下 能不能在这方面 他的能力如果进一步加强的话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上任的赛季 不管是百家俊也好 后来还是孙凯 包括柯串的 就是没有一个说 可以打到那个20场以上的 所以呢 我想俱乐部引进他过来呢 更看重的应该是他的这种比赛经验 因为他不光是之前在那个恒大 就已经有过中超联赛出场的经历 后来去了天海也是 更重要他是在国情队 包括在国奥队呢 他是一直在打比赛 可能相对于他这种同龄的球员来讲呢 他的比赛经验 包括特别是这种大的比赛 关键线的比赛呢 经验方面可能会比较有优势 俱乐部找他过来 我相信可能也是希望 能够来了以后就用 值得一提的是 根据足协的新政 从新赛季开始 足协将开放U21球员的转回名额 不再对U21球员转入进行人数限制 所以1999年出生的温家宝 并不占用申花今年的内缘名额 今天也是申花在2020年的第一次集中训练 那么我们也是在现场看到了外援金信玉 不过呢像莫雷诺和沙拉维等外援 都还没有加入到这次训练当中 申花即将在1月9号到30号前往海口展开拉链 而我们五星足球也将实时跟进申花新赛季的备战情况